11月10日,星期二得到,早晨,我是新聞報導員,小碑。 英國政府宣布將於11月22日起 認可世界衛生組織疫苗緊急使用清單的疫苗, 當中包括中國科興及國藥疫苗, 意味著接種科興、國藥的合資格人士可以進入英國, 免事前檢測,免入境隔離。 現在清單上的疫苗包括輝瑞、BioTech、 阿斯利康、強雙、莫德納、印度的Govacin 和中國的國藥和科興。 慎曹斯將於當地時間11月22日早上4時起身後。 英國現時仍然是世界上疫情最嚴重的國家之一。 英國也是最早、最積極放寬防疫限制的其中一個。 現時許多國家完成接種的人士都可以免隔離, 免上機前檢測,直接入境英國。 只需要在入境第二天做簡單測試。 另外,英格蘭也會進一步簡快入境程序, 所有18歲以下人士都會被視為等同完成接種。 可以進入英國而無需要隔離,也無需要事先檢測。 英國衛生和社會服務大臣簡衛德, Savik Jarvit表示, 歷史公布在旅遊業、商業以及希望速度或團聚親友往前踏出大步。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上月30日也曾呼籲國際社會, 以世界衛生組織疫苗緊急使用清單為依據, 推進疫苗互應。 但中國目前對部分國家只是承認自己的疫苗。 而英國入境中國為例, 中國只是對已注射中國疫苗的人士在一定程度上放寬簽證限制。 但由於英國當局未認可中國製的疫苗, 所以英國人前往中國非常困難。 CNN報導指出, 中國承認美國女客注射輝瑞、爆裂、莫納德和強薪的疫苗。 下一則新聞又是黑警惡幸。 南黑警涉嫌遲都抱著8歲的女兒威嚇老婆, 押後10月14日再審。 一個南黑警涉嫌打老婆後發現她立即去警署報案, 於是威嚇她老婆半小時內要到她父母家, 否則就和那8歲女兒同歸於盡。 消防接報破門入屋,見她遲都抱著女兒。 南黑警事後被控刑事恐嚇和若疑兩項罪名。 於11月9日官堂裁判法院再提堂, 被告暫時無需答辯。 主任裁判官錢黎應控告要求押後到12月14日再審訊, 而索取文件轉介到區域法院和提供法律意見。 被告無保釋申請,繼續還押懲教署看管。 控方早前申請押後,幫被告拿兩份精神報告, 以便判斷她是否適合答辯,其後報告證實適合。 被告黃永昇,40歲,報稱警務人員即黑警, 被控刑事恐嚇和對所看管的兒童虐待兩項罪名。 控罪指出她在今年6月15日在香港威脅姓余的老婆, 令她8歲的女兒X人生受損害,意圖令余小姐受驚。 同日在粉嶺華明村的家,身為X附有管養和照顧責任的人, 故意虐待X,可能導致X受不必要的苦楚。 下一則新聞是屯門湖景村走廊被人中火, 有好多人差點一窩熟,有應用的街坊爆破玻璃拖喉撲救。 屯門發生中火案,在11月8日晚上10時多, 湖景村、湖碧樓20樓一個單位外面的走廊起火, 大批居民報警求救,幸好消防員及時抵達,火勢已失滅。 消息指出,涉事單位當時有好多人在內,情況危急, 有街坊慌忙地拖喉將火救息,即其中一個六十多歲的南街坊, 徒手擊破消防喉嚕的玻璃箱,導致手捕受傷, 但不需要送院,亦無人需要疏散。 警方相信火警有可疑,料為縱火處理,交由屯門警區刑事調查隊跟蹤。 根據網上片段看到,街坊拍到上紙走廊陷入火海, 龍衍密報,有人大叫,報警呀!媽媽要快,快呀! 之後很多街坊合力在大廈拖喉灌救,也有人用盆拿水向火牆撲發。 當時整條走廊已嚴重分剋。 沒多久立即有大批消防員說,幸好火勢已及時撲滅。 有街坊說,火警懷疑涉追債,幸好沒有養成慘劇。 移民英國的香港人愈來愈多,幾乎每個月都有許多香港人移民英國。 最近討論區有鐵文耳,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一人一見去英國擅置香港原來如此endude的事為主題。 樓主內民之中比較香港及英國生活各方面不同之處。 其中更表示,不論租樓、看樓、居住環境都比香港優秀很多。 而且申請小朋友的讀書過程手續也簡單廢節。 這個鐵文更引起很多移英港人的共鳴, 紛紛留言表示外國生活才是真正的生活。 我們一起聽聽說得對嗎? 移民英國更好的六件事。 現在首先說第一件事,看樓沒有壓力。 樓主鐵文開始表示移民英國後,看樓沒有壓力。 表示當地經紀會有詳細解釋,而且不需要給佣金, 與香港看樓的模式非常不同。 香港看樓更要簽不同的文件。 樓主表示英國與香港比,輕鬆得多。 移民英國好處二,租金便宜, 居住環境大,香港的租金一向非常貴,簡直名列前脈。 而外國的土地比香港更多更大,相對上租金亦較便宜。 樓主表示港幣8000至9000元左右已可住當地新樓,更有露台。 反而看回香港以同樣的價錢,的確未必能租到這樣的屋子。 更有網友表示認同,就說香港IKEA看到的示範單位擺設時, 心想香港的單位如何放到這樣的傢俱呢? 但移民到英國後便覺得自己的屋子便可放到同樣的擺設。 移民英國好處三,平價價錢享受優質食物。 另一件事就是以平價的價錢可享受優質食物。 樓主舉例說港幣10元左右已可買到15隻雞蛋。 而英國牛肉更只需要40至50元港幣便可買到。 樓主表示香港以同樣的價錢最多才能賣到質素較低的食物。 移民英國好處四,出去吃飯不用跟別人逼,可以很Chill地坐。 其中一則留言更是引起網民熱烈討論。 外國出街吃飯沒有限制用餐時間,甚至可以叫一杯飲品坐一天。 網民也紛紛表示出街不需要跟別人逼,而且餐廳通常不會趕別人走。 移民英國人好善悟,當地人又Nice又有禮貌。 其中一個留言更表示其中一個移民優點是當地人有禮貌亦非常禮樣, 不需要擔心會騷擾別人。如果要別人幫忙,就算不懂也願意伸出援手,與香港非常不同。 網友也說當地人真的非常Nice,假設更會讓別人先走。 網民表示在外國每個人都能感受到像個人的生活。 對此點,網友紛紛留言表示認同,認為香港人普遍不太友善。 最後說到第六點,小朋友申請讀書手續簡單快捷。 樓主表示英國幫助小朋友申請讀書手續非常簡單快捷, 比香港的津貼服務相比上要等很久才能得到審批結果。 而且樓主更表示香港的職員態度亦不好,被人印象不友善。 不知道大家怎麼看呢?小啤就覺得六點之中有一點,我不清楚怎麼告訴大家, 那是關於小朋友學校的。其餘的五點,我基本上都認同。 最後跟大家說一則匪夷所思的大陸新聞,一個便秘男人奇招通牆, 30cm木棍插肝門無法折拔,醫生說比患者描述更粗大。 如果一個人遇到極端的便秘情況,你猜他會怎樣做呢? 早前瀋陽一名男子前往急症室求診,他自己說因為便秘很辛苦, 於是拿一支整面用的木棍插入肝門通便。 這個男子說自己插入半條後因為太累,睡著了, 但第二天起床時發現竟然整條木棍完全插入體內,無法拿出來,需要求醫解決。 根據內地媒體報導,瀋陽市第五人民醫院內鏡診療中心副主任王毅醫生幫這個男子檢查時, 發現男子肚臍對上5厘米的地方有硬物腫脹,下腹部輕壓痛,可以摸到義物佔據整條腸。 手指伸入肝門已經可以碰到木棍的尾部。 結腸鏡顯示直腸中清晰見到一個膀胀義物,遠比患者描述得更粗大。 經討論後,決定首先由肛門的地方嘗試拿出義物,如果失敗,立即要為患者實施開復手術。 於木棍表面乾滑而且實心,體積大,有重量,拿出來一定有困難。 同時還需要小心損傷搶連膜,經多個醫生合作反覆夾取才能成功拿出來。 這個木棍足足有30厘米長,2厘米闊,手指後男子腹部症狀緩解。 黃醫生說現代人生活壓力大,便秘很常見,但自行將義物放入肝門,不但無法解決便秘問題,反而適得其反。 醫生提醒,充失義物或造成急性腸緊鎖,壓迫腸簾膜出血,甚至直腸壁村洞。 一旦糞便通過村洞位置進入腹腔,會造成糞性腹膜炎,嚴重情況甚至死亡。 今日的新聞報導完畢,小碑覺得最最後的新聞真是匪夷所思, 我完全不覺得她是想解決便秘的問題,才會塞這個反面棒進去看內。 小碑今天遇到一件非常幸運的事,我在模擬之間認識一個本地藝人。 大部份我認識的人都知道香港發生了甚麼事,但不會知道details是甚麼事, 例如如何引發這件革命事件發生。 所以我們作為香港人,如果去到英國,便應該盡我們的能力解釋羅龍去脈給他們聽。 這亦是抗爭手法的一個類別。 今日的提案話長了一點,就是這麼多,明天見,拜拜!